胡人为维德开出两年370万美元的合同,下个赛季或加入CBA有消息说胡人为维德开出两年370万美元的老将底薪,其中第二年伪球员选项,虽然比起热祸的一年老将底薪更为合理,但是我想维德应该不会加入胡人联手詹姆斯的。 去年维德之所以以底薪加入骑士联手詹姆斯,是因为维德被公牛裁掉后才以底薪加盟骑士的,同时维德认为加盟骑士,有可能帮助骑士夺得总冠军,今年的胡人明显不具备夺冠实力,而且去年维德在骑士过得也不愉快,所以詹维连线估计只能成为回忆,此后很难在赛场重现。 如果维德只能获得底薪合同,维德有可能在NBA退役来CBA打球。 维德在此前采访时说过,他在NBA退役后回来CBA打一年,因为36岁的维德如果在NBA只能获得底薪合同,还不如来CBA挣得多。 而且CBA对抗强度低,维德还能在赛场上找回曾经的感觉,所以维德有可能来CBA,如果热货愿意为维德提供一份中产以上的合同,维德很有可能留在热货。 维德作为热货的对魂,可以说维热货付出了全部,只要热货表现出诚意来续约维德,维德肯定希望在热货继续他的NBA生涯,因此只要热货不提供底薪来羞辱维德,维德还是希望留在热货。 虽然很多球迷希望在下的赛季能够再次看到詹维连线,但是如果胡人只是提供底薪合同的话,维德没有加入胡人的理由,既没有夺冠了可能,也没有大合同,所以维德在下的赛季只会留在热货或者加入CBA。